这几天满屏都是信息,说沙特把美国的桌子给掀了,不再与美国续签协议,十有美元的历史已经终结,我看得满头雾水,要知道现在以色列正在加沙疯狂吐落,沙特老老实实的在旁边看着,为啥就这么勇敢直接和美国干了? 而这些所有的信息,都来源一个马来西亚一个不知名的媒体诗话传媒,全球各大官网都没有报道,我仔细搜了一下,确认的真实信息就是,沙特加入了由国际清算银行和中国银行牵头的央行数字货币跨境项目,多编央央行数字货币桥,这个很绕口,简单来说就是中沙贸易将摆脱美元,逐步开始使用人民币结算, 这并不是石油美元的结束,但也是沙特卖出的重要一步,意味着全球石油贸易中,美元结算开始减少,那么今天我们聊几个问题,第一是石油美元如果消亡,是不是美元霸权崩溃的开始? 很遗憾并不是,这两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即使沙特宣布以后所有的石油都用人民币结算,美元也依然是国际货币,这个答案显而易见, 否则沙特岂不是有了全球最强话语权?沙特说用什么货币结算石油,什么货币就是国际货币,这明显不可能吗? 我们一定要想清楚一点,美元霸权的根基是军事实力,至于是以黄金为毛,还是以石油为毛,那其实并不重要,仅仅只是技术手段而已, 货币的基础永远是暴力,军事力量覆盖到哪里,货币的信用就渗透到哪里,这就是我们刚说的,谁是全球最强大的暴力机构, 在全球有最多的军事基地,有最为庞大的航母编队,最为强大的军事投射能力,谁就有发行国际货币的权利? 国际货币从来都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军事问题,1971年布林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不再以黄金为毛,到1974年美国与沙特达成交易,美元开始以石油为毛,中间有三年的空窗期,但美元依然是国际货币, 所以我原来说过,你要在人民币什么时候成为国际货币,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数航母,因为这就代表着国家的军事投射能力, 代表军事实力所能达到的范围,从军事实力来看,美国的航母数量比二到十名的总和还多, 虽然根据金河组织的报告,2023年中国制造业总值已经达到全球的35%,比二到十的总和还多, 但是资本是很现实的,它只会对暴力基础有信心,最简单的一点,谁在欧洲驻军,欧洲就会听谁的,谁在日本驻军, 日本就管谁叫爸爸,第二是沙特为什么和美国渐行渐远,和中国越走越近, 1974年的时候,沙特能够和美国达成协议,是因为双方高度互补, 当时美国是全球第一大石油进口国,是沙特的最大客户, 美国向沙特提供安全保障,而沙特向美国提供石油, 承诺石油仅用美元结算,沙特卖石油换到了美元,再去找美国卖军火和金融产品, 两边开始深度绑定,但是到了2008年,美国页岩油技术开始突破,石油产量开始爆炸式增长, 到了2023年,美国石油生产达到了惊人的每天2188万桶,比沙特的两倍还要多, 现在美国不仅不需要进口石油,还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之一, 也就是说美国不仅不是沙特的客户,还成了沙特的最大竞争对手, 此外在四年前,特朗普虽然和盟友们都搞不好,得罪了一批人,但是和沙特的关系相当的好, 沙特找特朗普签订了1100美元的军火大单,可以说是特朗普创造的最好业绩, 也是美国有史以来的超级大订单,特朗普中间回扣都不知道吃了多少, 特朗普是个真小人,你只要给钱,就是朋友,就是兄弟,所以对沙特那是千一百神, 沙特出现了虐杀记者卡书级事件,西方媒体进行热炒,特朗普帮助沙特百般遮掩, 当时沙特要攻打野门胡塞武装,特朗普马上将胡塞列为恐怖组织,高调宣布对沙特进行支持, 但是敌人的朋友就是敌人,于是拜登上台之后,对沙特横竖看不上, 不仅污蔑沙特是国际建民,还要重启卡书级事件的调查对沙特施压, 2021年时,拜登还专门把恐怖组织的标签,从胡塞武装头上拿掉了, 就是为了敲打沙特,也就是从拜登上台开始,沙特和美国的关系降到了历史冰点, 无论是拜登还是布林肯到沙特去访问,沙特都给予最低规格接待, 拜登要提高石油产能压低油价去打击俄罗斯,沙特就偏偏要畅反调, 不仅如此,美国不要对沙特提供安全保障吗? 2015年时,沙特联合众多逊尼泰国家,发动了果断风暴的武装行动, 出动了15万大军去打击胡塞,结果根本打不赢,被搞得灰头土脸, 可是到了今天,胡塞武装各种对美国起脸输出,动不动就袭击美国的商船和军舰, 美国一样的手足无措,上次胡塞武装袭击美军航母,赤裸裸的挑战美国至高霸权, 我们说了,打中没打中不重要,击沉没击沉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胡塞已经这么干了, 更重要的是美军还拿胡塞没办法,只能一再向媒体证明说,自己的航母没有受伤, 沙特一看说你原来就这怂样,我打不赢你也打不赢,你现在拉胯成这样了, 还怎么给我提供安全保障,所以综合以上,第一美国成为沙特最大竞争对手, 第二拜登政府和沙特关系下降到历史冰点,第三美国的军事影响力下滑, 这就导致了沙特和美国渐行渐远,而中国不仅可以给沙特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在基建和工业上全面互补,更为重要的是沙特最大的石油客户, 占了沙特石油总出口的约四分之一,也是遥遥领先的第一贸易伙伴, 沙特搞不定胡塞,美国也搞不定胡塞,但是在中国的斡旋下, 沙特从伊朗开始,中东出现大和解,到今年的3月21号, 沙特与胡塞武装正式签订和解条约,双方结束战争,重新建立关系, 这让沙特有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就算让美国全力以赴, 伊朗和他的什叶派之湖也不可能会消失, 况且美国只是想让中东长期的陷入战乱, 只有中国的解决方案是最靠谱的,才能出现一个和平与稳定的中东, 这帮中东王们都不缺钱,最缺乏的就是安全感, 所以现在很清楚,靠近中国,以中国的国际威信,自己的安全也会有很强的保障, 这就是为啥这几年沙特和中国越走越近, 但是我们话说回来,你要指望沙特全面倒向中国,去掀美国的桌子, 就现在来看那是不可能的,真把美国搞谋了, 几个航母编队到红海和波斯湾转一圈, 加上旁边密密麻麻的军事基地, 沙特马上就傻眼了,以沙特的战斗力, 他能怎么办,一天都扛不住, 所以现在沙特最多也只是敢和美国暗暗较紧, 发泄对美国的不满,但是只能在可控范围之内, 除非有国家能够在军事上挑战美国, 航母数量上超过美国,沙特才有先桌子的勇气, 这个世界是很现实的,还是那句话说的好, 谁赢,他们帮谁, 如果要人民币国际化, 唯一且必须的条件, 就是我们的军力超过美国。